标股新天地 标股新天地 轮源投顾陈学敬分析师主讲 前国内法人代操部门主管 工商时报绩效竞赛全国纪录保持人 深入产业第一线 挖掘第一手情资 专攻主流产业标股 精准掌握主力大户筹码动向 为您创造最大的财富 欢迎收听 标股新天地 轮源投顾109年 尽管投顾新字第010号 欢迎亲友好朋友 准时收听我们每天晚上 9点的标股新天地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轮源投顾陈学敬大学兄 老师好 曲真好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 大哥 老师超有合力的 真的很开心 每天台股都在写历史高 因为我们的台积电 也一直创历史高 而且最近就是 咚咚咚 都好像标股这样子标上来 台股大量的标涨 只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已经来到了23209点 成交量今天好大 6000亿 老师这样子 无论吗 一定是无论了 确实是要注意什么 那我们看到老师的鸿海 在创高 哇 上次成绩已经40多%了 现在应该已经50%了吧 5000啦 战得很开心 赶快时间请教老师 好的没有问题 真的是 强到真的是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就跟大家说过 这一波主身段中的一个主身段 一定会跌破许多专家的眼镜 相信到今天为止 今天的一个指数 已经来到了23000点的一个关卡之上 那相信大家也都见证到了 那么重点是 随着今天的一个大涨 拉高结算 成交量也放大到6000多亿 那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到底会怎么走 那我想今天会这么的一个激情 最主要可能第一个 跟外资的一个调高台积电的 一个目标价有所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争相调高的目标价 台积电目标价 那甚至最高都已经上调到1160块 也显然 对于整个在台积电 未来的一个这样 能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那都会支撑的一个台股 持续的往上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今天又是台子期的结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些的一个法人 在台子期货布局的脱单 但是散户反而是在反手不空 那差这么多 真的是 我就跟他说过 这一波的行情 你真的是不要看得太空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就是应生的一个 拉高的一个结算 那当然拉高结算之后 今天成交量也放大 那放大你说 明天后天 而是每天都要大涨个300点 400点500点 那敢不扛一 应该这个几率不大 但是如果有震荡 我想大家也不必担心 不必自己吓自己 有震荡 就有DJ上车的机会 我想这样的一个看法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改变 为什么你想想看 第一个 台积电 假使 这一波的台积电 它的一个目标 外资目标 上调到1160块 那台积电如果说还会涨 那你认为指数还会不会涨 相信一定会涨 然后第二个就是 AI伺服器的一个热潮 持续延烧 江惠的一个助攻 下半年台股的一个出口 国内的一个出口 旺季更旺 再来你可以看到 五入资金 哇 联手点火 哪五入啊 对啊 外资 投信 集团 包括受限公司 中石户 那你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吗 对 还有自营商 但是 我们不是散户有吗 散户真的是太保守了 昨天融资竟然只有增加4亿 了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般的一个散户 还是相对的一个保守 所以这个行情 就真的是 真的是欲罢不能 那再来 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一次 美国的一个通膨降温 那市场会预期 预期说 美国的一个联总会 渴望有所的一个降息 那我不希望它太早降息 市场有的预估是9月 有的预估是12月 那我希望它能够拖到12月 因为太早降息的话 很容易出现什么 利多出境 利多出境 就会引花引来的一个大争战 反而它现在不降息 不降息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的一个经济的全景 非常的看好 整个不论是美国 或是我们的一个国内台湾 整个经济的一个底气 非常的一个充足 所以为什么能够支撑 这一波的一个台股 持续的一个震荡的 一个往上看 所以重点 大家只要记住 第一个 只要没有出现爆量长黑 或者是震荡做头 如果我们依过去的一个经验来看 通常如果台北股市出现爆量长黑 那我所谓爆量长黑 就是成交量要扩大 扩大到7000多亿 8000多亿 9000亿 今天只有6045亿 也代表整个的一个量价结构 的一个配合仍然是相当的漂亮 那么通常出现爆量长黑的时候 就会引花多杀多的一个卖压出容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会使得一个指数 可能瞬间会有 拉回一两千点这样的一个疑虑 但是至少目前都没有 那么第二种的一个情况 就是震荡做头 那我觉得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应该是后面会延续的一个震荡盘接 然后再来出现震荡做头几率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始终在今天 除了今天6000亿之外 始终都还是维持在4000多亿 5000多亿 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成交量 如果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通常指数会在高档震荡盘间 通常会一段时间 如果依过去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通常可能会延续有一季 或是半年以上的一个时间 这样的情况它会产生什么 个股的一个轮动轮涨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还是很精彩 那重点当然还是在个股 那个股到底要怎么样来挑 怎么样来做掌握呢 我想很多的一个股票基本上都已经涨很大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昨天机器人干练股的罗生涨停板 能够追吗 今天事后看是不能追 当然不能够追 昨天涨停板 我想很多人看到昨天涨停板 一定很多人又拿出来跟你谈 但是你会发现 为什么大兄一再地提醒大家 我说对于有一些的一个涨高股 涨幅已经太过于over的一个股票 那么基于风险的考量 对这类的一个股票 我并不建议各位贸难做追加 或许有些这个专家 便宜行事 为了吸引大家的目光 会拿出来跟你谈 但是你想想看 罗生昨天涨停板 要么不是之前一路买不到 但是当你买到之后就是怎样 跌停板 就是跌停板 好残忍 对你可以看到 今天很多的一个股票 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包括的一个 记忆体的一个实权也是一样 我也提醒大家 你看股价涨多了 当然他业绩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 高宽频的一个排挤效应 带动记忆体模组的一个价格上涨 所以也带动的一个实权 一个股价的一个上涨 但是股价上涨来到184.5之后 你可以看到 股价基本上的一个涨幅 都已经太过于over了 太过于over了 你这个时候你看到涨 你才要跳进去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就如同我们之前 我们带会员朋友的一个银广 6117的银广 从81块一路赚到163.5块的一档股票 当时候大涨上来的时候 哇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说 哎老师啊 哇银广好标 可不可以再追啊 我告诉大家不要追了 我都事先提醒大家 不要追了要懂得怎么样 见好就说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银广 现在今天今天剩下多少 126 新日新也是一样啊 新日新我买在226 一路赚到的一个273.5块啊 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高档不懂的 见好就说的话 今天盘中最低来到多少 221啊 是 你可以看到一来一回差多少 一来一回 真的是差很多啦 所以现阶段 其实到底要怎么样挑 怎么样来选 很简单 我就跟他说过了 台北股市下半年 主要聚焦在四大主轴 第一个就是 平概股加上的一个AI伺服器 分AI的一个概念股 这两大的一个主轴 要合起来一起谈 那么第二个就是 重电的一个绿能 第三个就是 低G期的一个转机股 所以在相关的AI伺服器 跟平概股的一个方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会员朋友 我们锁定哪些股票 比如说像AI的一个 伺服器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我说啊 要买的话就看什么 就看红海跟广达 其实原因很简单嘛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广达今天涨停板 对啦我卖掉了嘛 我卖掉了 我获利换口袋了 但是今天为什么涨停板 第一个嘛 原因很简单 今天就是为了拉高结算 一切的目的为了拉高结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 红海带动创新高 那广达这段时间没有涨 所以今天又轮动 在广达今天涨停板 但是今天涨停板 明天 maybe不见得会大涨啦 明天可能又要休息了 因为涨停板也太凶了 对对对 你可以看到 广达这档股票 我们带会员朋友 六趟累计的一个价差操作 那个价差获利都超过的一个1.6倍 我相信只要你是我会员 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再来 我们谈到红海 红海今天创新高 从138块 带会员朋友欧益买进 到今天到208块 一张价差70块 价差获利都超过五成以上 我相信只要你有持续 锁定我的一个节目 大家应该都赚得非常开心 为什么赚得非常开心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从138块142块 我们一路带着会员朋友 全力锁定以来 我就跟他说过 甚至5月22号 投资朋友还打电话进来问说 你们老师讲的红海可不可以all in 我就跟他说没问题 因为才刚刚开始 甚至5月23号的一个时候 当时候还在160几块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红海拉回一定要买 你买了没有 如果你没有买 我不晓得怎么说 你真的要赶紧来找我 刚真的差很多 然后6月3号的时候 我也告诉大家 预告6月份 红海准备挑战200元的一个目标 你看今天200元的目标都达正了 一张70块 那么10张就70万了 像我有一些VIP会员朋友 买个50张100张 100张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700万 那么今天大涨在创新高之后 当然啦 短线上我不建议大家过度做追加 但是重点是 如果红海未来有机会再持续 朝250甚至300元的一个关卡价 来做卖件的话 那么红海供300钱的关键价 关键买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不想把握 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很简单 第一个 你可以加入男人的直接私讯给大兄 那么第二个就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那大兄不是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我来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一个红海 如果拉回拉回 要再往上来挑战300块的一个关卡 钱的一个关键价 关键买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想把握 那也欢迎各位 可以利用广告中的电话 把这一通的一个电话给他拨通 你拨通进来 那大兄来告诉你 红海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拉回的一个关键价 买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大兄都会无时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么再来我们要恭喜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 2454的莲花科 莲花科今天大涨创新高 今天来到1485块 高价 然后又可以涨那么多 我告诉你 他慢慢涨好 他如果一下子涨停板 我就很想卖 因为你高价股你涨停板 就会容易引发一些获利调节的一个卖压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是量增价涨 整个量价结构配合非常漂亮 我也告诉大家 整个这个AI手机 AI PC AI的一个NV 换基潮来临 然后最大的一个受费者会是谁 当然就是莲花科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外资 都帮我们来背书 也都帮我们来抬教 从1100 1160块 到1220块 我带会员朋友欧印锁定之后 到目前为止 我一张都还不卖 都还不卖 就是给我怎么样 就是给我报 就是给我续报就对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告诉大家 上档空间还很大 我告诉大家 到时候他又会像台积电一样 外资又要争相调高 他的平等跟目标价 大家可以拭目以在 真的是恭喜全国会员 一张现赚385块 Jubito碳385万 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 平盖股我所定的就是 郁军光 那么郁军光今天 昨天开华硕会 华硕会我相信 大家很清楚 那公司派也说 整个的一个 因为请望进的一个镜头 整个今年的一个 取得的一个订单非常的多 如果郁军光 请的订单非常的多 那相对的一个 大力光的一个订单 就会稍微被什么 被侵蚀一点点 那郁军光我是 获利出一半 我一张价差赚了 111块 在这边都探111万 我获利出我不是看坏 那么今天震荡 缩小跌 那重点是 如果有拉回 拉回可不可以买 拉回低接买点的一个机会 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么包括的一个 重点的一个绿能的一个方面 那我想之前我带会员朋友 锁定的一个华城 华城 哇真的是 真的是标翻天 当时候在43块 都44块 现在都标到900多块了 那包括的一个中心店 中心店也是我从110块 带会员朋友 一路赚到221块的 一档的一个股票 那这一次 177 6月11号买进 那今天是震荡收平盘 收在的一个188.5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因为整个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美国基建 包括的一个台电强化的一个电网商机 那整个的一个重点 将赢未来的一个黄金10年 那么重点是 如果说过去大兄 一路上跟他所分享的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没跟上脚步 或是错过的一个投资朋友 包括的一个鸿海 包括的一个莲花科 或者是玉金光 你没跟上脚步的话 也不必庆 今天大兄带来一档好股票 真正好股票 这档股票就叫真正好股票 真的哦 好的 它是一档的一个 的一个风车类股 你看哦 现在最夯的是什么 Covus嘛 Covus设备跟先进的一个封装嘛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受惠AI的一个芯片大爆花 整个公司啊 受惠整个AI芯片的一个测试订单啊 那么也持续扩充的产能 那预计今年啊 整个产能的一个扩充 要比去年怎么样 倍增啊 哇你看哦 产能要扩增倍增 扩增倍增 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获利 它的一个营收 是不是会同步什么 同步成长 而且整个的一个订单人间度 一路看望到明年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档股票目前才在百元附近啊 哎呦 一切才刚刚开始啊 才刚刚要发动的一档股票 这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不必猜啦 你想把握你就把 你就把电话拨通 或是直接 online的私讯给大兄啦 你直接拿回去 直接让你印证啦 让你先赚再说啊 那如果说你认同大兄的一个 专业的一个投资朋友啊 那么趁着公司啊 超级连终庆啦 618轻松够啊 挑战投顾界的地板价 波段加短线的一个这样 这个价差的一个操作啦 而且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我们24小时都有专人服务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大师兄再加码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好康啊 把电话给他拨通就对了 这是史无前例 绝无今有的一个好康 包你满意 满意再办你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好的 感谢我们的大师兄 陈学金老师 好这个有赚钱 好很大声 很开心 对不起 好真的非常的好 那么大盘的指数创高 其实除了台积电之外呢 这些重要的全职股 那么老师呢 也帮大家掌握到 其实这涨幅呢 不会输台积电的哦 好所以邀请大家了 新的股票提供给大家来做验证 不管是透过了Lite 或者是来电都可以哦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好朋友 陈学金大师兄 邀请大家了 好新的股票 这个百元附近 刚刚开始 真正好高票 我是猜不到了 好欢迎听众朋友呢 赶紧来电 跟上脚步就对了 超级年终 请618 本周应该就会结案了哦 今天大师兄 还有答应大家 再加码的好礼 速播02-2321-9933 02-2321-9933 东西主力大户筹码变化 零先业内法人提前布局 没有不能赚的盘 只有不会做的人 专业诚信负责 陈学金分析师 是您可以信赖的专业操盘手 咨询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或免费加入标股新天地 LINE AT ID 小老鼠GOLD99 轮源投雇109年 尽管投雇新字第010号 欢迎亲友朋友再回来 我们看到台股今天再写历史高 而鸿海的部分呢 也已经最高来到了208 老师的家族朋友 这个一张价差呢 最近操作是138买进嘛 哇已经有70元的价差 50%了 据说老师今天有加码的 一个关键价的好礼 要分享给大家 好的 那鸿海今天创新搞之后 那或许很多人会关心 这一波的鸿海如果有拉回 那拉回鸿海供300钱的一个 关键停停价 到底位在哪边 是200块会位在200块 190还是180 或是更低 各位进来投资朋友 你不必猜啦 都在大兄的掌握之中 如果你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来第一个 加LINE 直接视讯大兄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那大兄直接来告诉你 无事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或许你会说 大师兄你昨天不是有 有讲到一档洋洋得意的股票 还有爱普这些的跌身股 那这些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到底要怎么做 洋洋得意到底哪一档股票 1785的一个 光阳科我相信大家猜到了 那这档股票我昨天买进 昨天56块半买进 但是今天早盘开太高 开太高 我9点0203分 我就建议先试驾获利出一趟 差不多10%啦 有时候说真的开太高 我真的蛮讨厌的 其实股票我喜欢慢慢涨 你可以看到像爱普 爱普今天大涨 我昨天也提醒大家 利空不跌已经一个月没跌了 没跌了就会怎么 有机会做反弹嘛 那么今天马上大涨 那大涨上来 重点是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反弹的一个目标 到底会上看到什么地方 如果你不晓得 你想要把握的话 也欢迎各位的来电 那重点是 真正好钩票 到底是哪一档股票 想知道 电话给他拨通就对了 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中 好 感谢我们大师兄 好 大师兄 分享的这一个 好康不止一个 欢迎今天的朋友 都听仔细 总之有什么不了解 没关系 都可以拨打服务专线 好 真正好钩票 分享 还有刚刚提点到的 股票的关键价格 十分关系 再次感谢我们 陈雪静老师 谢谢你 谢谢其中 谢谢大家 祝大家天天开心 赚大钱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今天我朋友 想要跟上 陈雪静大师兄 接下来的所有动作 赶紧利用 现在的优惠活动 02 2321 9933 2321 9933 另外大师兄 还有答应大家 要无私分享 鸿海工300之前的 关键价格 欢迎来电咯 02 2321 9933 或者是加入Lite ID 小老鼠 GOLD 99 私信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轮源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为您下好每一步棋 无论股票 期货 选择权 皆能以重要投资的 强力经验 为客户掌握 独到的投资建议 专业 诚信 负责 资讯专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免费加入Lite ID 小老鼠 GOLD 99 轮源投股 109年金管 投股薪字 100号